那部分我們倒是比較後面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是整個產業的部分 好來我們就開始 就是我們現在從11月23號那時候記者會 我們就開始徵件 然後其實到12月26號之前 我們都被調整APP的BUG 然後到26號之後就一直徵件到1月27號 然後就收了蠻多作品 然後我們做了就是一個初選的評審 就是有一些滾池啊這些老師來選了11個人入圍 然後入圍之後我們在2月6號辦了一個媒合會 就是讓陳子宏老師啊三老師來給這些選手一些建議 然後也有後製的公司來進來 然後就是配合他就是挑他們想要製作的選手 然後選手當然也是挑選他們覺得比較好 care 然後是來做後製 對 然後我們就發現這入圍的11個選手裡面 有國中生 就是有國中生也可以 就是他可能學過小提琴 可是他沒有創作過 但是他也利用這個APP 然後創作他自己人生第一首歌 然後參賽 他因為歌喉很好所以就入圍了 然後也有一些完全不會樂器的人 所以我們也是蠻驚訝的 第一個選手上台接到自己的時候 就說他不會樂器 從來沒有學過任何種樂器 對對對 但是平常喜歡唱歌 所以就來參加比賽 而且創作的作品也很好聽 而且 然後故事也很不錯 說要送給媽媽的歌 所以我覺得蠻感動 然後其中有一些是網紅 可能他過去的創作 然後上網之後 Youtube的演算 可能沒有幫他推薦得很好 他了解 然後他的作品可能就沒有比較大的成果 然後也來試試看這個比賽 所以我們的 就是從入圍的作品也可以看到 可以從不會樂器的到會 有些經驗 對 都可以利用這個平台來創作 而且 還蠻不錯 那我覺得可以聽聽開 所以現在是到十一場 嗯 OK 之後還有一個決賽 那現在就是 聽聽開 沒有詞嗎 有詞嗎 只有 有 開個詞好了 有詞 就是 有詞 就是 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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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見到妳的微笑 不自然跟隨著說妳 就像我當地的生命 一起追著夢想奇蹟 這是關於他的小提琴的一首歌 沒事吧 他現在才13歲 羅伊13歲 對 你們也算法會把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混在一起問題消耗 聽這個就知道 他們慢慢調一調 也可以透過他的一些想法調得更好 我們還是強調人機共創 對 因為你主導還是人 當然 因為人才有感情 才能夠呈現出他要表達的 機器只是提供一些選項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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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是前陣子 剛好三月 欸 就是上不上禮拜 去做後製 這些選手 然後錄音室啊 這些製作公司也非常支持 所以 他們作品也是做得不錯 然後我們預計在4月9號的時候 會把他們的奏品上線 就是上架到Youtube 然後來辦一個 那個叫線上投票 就是這樣的人氣的票數 一個人可以投幾票 就是Youtube 就是用按讚 瀏覽次數 對 看這兩項主要 就是看這歌到底好不好聽 關注我覺得 我們另外驗證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些選手 或是這些使用者 他揪人的能力到什麼 那這樣我們平台未來 他的擴散就會比較 了解 比較快 蠻有意思 就驗證這個事 然後從9號到18號 就是他的網路票選的期間 那18號是一個 頒獎典禮 決賽級頒獎典禮 所以他們會在現場演唱 然後評審就會評分 很棒啊 然後馬上就可以頒獎 這樣子 那就看正美 那天如果有空也歡迎 你說4月18號 4月18號晚上 6點到 不在台北 不在台北 那天我相約 這麼巧 對 好 那我們繼續 然後我們大賽的進度 大概是這樣 很棒 那我們就是發現 流行音樂產業其實就是 人跟歌很重要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 一個降低門檻的方式 讓很多人可以一起參與 然後利用AI來推薦 然後提供他一個基底 所以希望這樣做出來的歌 也是比較好聽的 然後有人跟歌之後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流量粉絲 所以我們有一個計畫 是看要怎麼把流量可以增加一點 讓大家把作品發表的時候 是有人塞進去 然後最後他們其實 一個很 就是很需要的就是點線 就是走音樂 音樂這條路的很多人都說 哎呀 吃不飽 餵不好吃 所以我們也是想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就是規劃了一個 粉絲經濟的社群 可以希望可以 他們做了歌之後 不只是做了一首歌 他的歌也可以讓很多人聽到 然後在創作者跟粉絲之間的距離 也可以被拉近 所以我們有規劃了一些 歌曲翹影 到底什麼叫歌曲翹影 嗯 就是他們做 譬如說 很多人可能會創作 但他們不會唱 他可以創作 他創作的作品可能很好 他可以把這些創作的作品 賣給會唱歌 但是沒有時間創作 了解 對 那其實 我們 我們 我們的想法說 平台其實有一個重點是 他要離 線路平台遠一點 嗯 那我們發覺有一件事情 就是粉絲經濟 嗯 我們把 偶像跟粉絲的距離大概更近 譬如說 共同創作啦 對 因為我們畢竟是從創作工具 起來 然後 建立流量 那 所以我們是希望把這個 這個平台打造成 這樣子的方式 那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粉絲經濟還是 在流行樂產業裡面 變現能力最好的 的一種力量 好 那就是 那這樣子的話 包括那個 現在韓國那邊 他的BTS 他們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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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粉絲的動力是很強的這樣 那可是台灣流行樂產業 如果說要跟韓國 要未來 在流行樂產業要能競爭的話 其實 你要打造像韓流那種方式 我覺得可能性不高 因為他們從練習生 那我們的想法是說 用科技的力量 然後再翻轉 我想以前就跟這個政委有提過 就是說 怎麼樣來翻轉 用科技的力量來翻轉 那接下來我們就流量部分 其實我們兩件事 一個是進學校 好 我想再請你繼續介紹 然後我們就是 嘗試性的先在醫院的時候 辦了一場工作坊 然後那時候見中北嶼的老師都來 然後他們 我們最後有一個問訣 就是教他們怎麼使用 然後 怎麼可以怎麼教 我們都有提供了一些想法 然後老師們是 就是百分之百都統一在音樂課上使用 好 也希望他們的學生都可以有 在音樂課都能有自己的作品 好 就是不只是有一個夢想 或者是有的人看那個 因為以往都是 吹吹吹吹 吹吹吹吹唱唱歌 那如果說有一個作品 就要像 有一個作品出來 可是音樂課就沒有 所以這些音樂老師他其實 反響非常好 大家覺得音樂課可以有作品 比較有每個學生自己可以帶回家的東西 沒錯 沒錯 然後有留下來一生裡面 可以值得有一個作品 那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透過這樣的工序 科技力量 能夠提升整個 我們台灣學生的在音樂部分的 創作能量的話 其實這些老師是非常樂意 一起來協助來處理 好 謝謝 然後我們音樂辦完之後 在3月20號 不久之前 我們又辦了第二個場 然後因為有老師 那個寒假過年的時候 就幫我們在一些老師的群組分享 所以我們那3月20的那個 報名資訊公開的時候 就一天就額滿 大家都很有興趣 一天就50個老師來報名 大家都很有興趣 非常有興趣 非常有興趣 我們又加油第三場 了解 後天4月3號 我們都在這邊辦 對 然後我們之後也會陸陸續續往南部辦 就是因為有些南部的屏東路老師 像這次連假他們就是 因為是連假的關係 所以可以從南部來來 他們也希望我們可以去南部辦 所以我們會有這方面的對話 OK 他們就是覺得簡單方便 對 那除了對老師之外 我們也對學生 我們也拍了一些YouTube的影片 來邀請他們來30分鐘做那首歌 然後他們也都玩得滿開心的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從老師 然後學生也是希望 學生可以玩得開心更重要 那這樣子我們這一次的大賽也很感謝台契 給我們的青年創業樂團的鞋 對對對 然後接下來文春院也進來幫忙 對 然後但是我們後來想到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平台其實要解決人 歌、流量、電線 那流量部分我們 基礎流量我們是可以從學生著手 你那個樂課 那另外就是使用者他本身 如果說要我們幫他導流 他要有更多的粉絲跟流量 那我們希望他先建立他的親朋好友 或是朋友的朋友來建設 那達到一定門檻我就會幫他導流 那幫他導流 我們的策略是說 我們會不同族群 不同的年齡層 幫他導流 也就是說 他這個 他這個 想要走向這條路的話 他的粉絲群在哪裡 比較留得住 他的歌 他的形象 會在哪一個區塊 能做得比較好 那我們在導流之後 我們會給他一個碰 說他這一次我們幫他導流 大概 比較適合是 那 因為我們的APP 除了做歌 還會幫你最後 幫你合成一個MV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他在前面 就不用花什麼錢 他沒有花錢 但是他可以做市場驗證 然後給他一個報告 那這樣子的話 他在決定要不要做後面投資 因為後面就花錢 當然了 就做比較精緻 沒錯 包完MV 那拍攝就花了他的錢 那這時候 除非他變成VTuber 那就又不花錢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說 他對於市場就更精準 那這個精準的部分 那就可以讓大家可以更勇於參與 這樣子 因為流行業產業真正能發專輯 大概百分之一 一百個人就一個人發專輯 那所以 所以 我們這樣是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那我們再延伸一點 我們要發覺 就有一些家長跟我們 比如說 那個偏鄉 或是 山地 一些小朋友 其實他們的歌喉 當然 能力很好 可是他們沒有機會曝光 嗯 那隨著我們平台的發展 其實我們會 希望說有一些 側重在 就是最偏鄉 或是小 所以你們要做台語 客語族語 都會 就是這些旋律 我們要訓練 了解 然後把 然後隨著 那我們現在是 繁體中文 接下去 我們會有英文 對對對 英文大概年底就會出來 你做得了英文 一些原住民族語言 也就做得出來 對 因為是英節 對 那英節對我們來說只是推進 沒錯 後面擺一個字連 我就切 就可以 嗯 那這邊倒是還好 那我覺得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帶著這些 資源能夠出海 想辦法出海 當然 那出海我們想法 還是從學校 著手 那就建立基礎的土料 然後這些 這些未來之心啊 或是好歌啊 這些一起來創作的話 還不錯 那 那 那 後面有一個很妙的事情 就是說 我就跟一些朋友講 欸我們十年啊 可以收三十一首 三十一首 那怎麼做到 譬如說 一天 一天如果一百萬人創作的話 一天就一百萬首 如果全部上區塊鏈 沒錯 對不對 只要千分機 是好聽的 那我一天 那我十年 我可能就三四百萬首 非常不天格 那個價值是 非常非常高 而且因為上區塊鏈 又 證據又很 很確鑿嘛 那這樣子的話 從這樣角度 那我們從台灣出發 那包括台灣的一些音樂 都可以能夠這樣推出去 這是我們現在 因為透過這次的大賽 接觸了不同 不同的人 然後給我們一些不同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 你這個想法比較成熟 就比起一個 以前我們在講 單純創作輔助工具 對 因為單純創作輔助工具 它有點像學步車 就等到我會用 我就不用了 跟長笛是一樣的道理 對 那在你這邊現在變成一個 大家互相分享 然後互相剪輸 甚至可以跟好偶像一起唱歌 在這種平台 那這個就是 之後他還是會待在這個平台 是是是 他的年薪才會夠 那我覺得才有機會翻轉 整個音樂產業 了解 然後 也許我們 更期待就是說 對華語 我們 再造我們台灣 以前在華語 這個市場裡面 因為我覺得很可惜 我們接觸一些音樂界的朋友 這個幾乎 就是整個產業之後 比較 比較 破敗一點 說實在的 那大家其實 對這件事情 也有一些期待 知道 這樣怎麼樣方式 能夠再一次 對 主要就不要讓 年輕人覺得說 我要投入很大的成本 然後風險又高 對 對 如果他沒有成本可言 那風險高一點無所謂 對 對 那 那我就是說 當他們真的 決定走這條路的時候 我們給他適當的導遊 給他適當的資源 包括說 他做哪些事 我們給他一些 我們的熱點幣 那他可以拿這個幣 收集這些幣以後 去換 那個 錄音室的時間 對 那這邊我們買單 那如果說 我們打造成這樣的生態系 其實 是一個 大家覺得是 是一個 對 是一個很期待的 是是是 好 那Vy請去介紹 那我們之後 就是希望可以 有國發基金的投資 對 我們現在是在爭取 就透過文策院的協助 補導 然後我們是希望能取得 國發基金 因為畢竟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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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年的這個死亡幽谷 這個我們還是要度過 其實還是有時候 還是 所以你們講的是 國發天使 還是國發那一支 我們可能 因為貼紙是300對3 對啊 那我們是覺得 大概不夠 真的 我們可能要走 另外就是 我們可能就是走 那個 就是正式的國發 AIOT那一支 對 但是 但是就是 我們自己要找一個法人 對 那我算一下 我們接下去 可能是要爭取一個 1500萬的投資 然後我們自己要找一個 法人投500系 相對應的話就國發投 這樣 然後我們大概會 那當然 因為那個 那個 文稱院覺得我們這樣子 可能 這個時間會 過得比較長 對啊 所以他其實有協助我們去取得 兆風銀行 對 那個融資 好 那讓我們先 先有一個小飯炭 OK 能夠運作到 可以 就沉接上那邊去 了解 然後經過 可能經過兩年之後 再銜接到BCE 然後就走上去 理解 大概的路徑會這樣走 不錯啊 那有意思 對 好 然後就是 像這個偏鄉 如果是我們也想說 可以辦一些小活動 辦比賽 小比賽 然後讓他們參加 提供一些後面的資源 然後不知道這方面 有沒有 就是政府相關的資源 但是你要做什麼呢 具體來講要做什麼 就是 如果只是辦比賽 我想科技部最多能夠 就是你們AI演算它 過往那邊有一些GPU可以用 對 那科技部當然讓更多 女性 尤其是可能高中階段 或者是國中 或大學 來參加STEM 這個他們是很有興趣 對 但是那個比較是 他們來寫AI 比較不是說 變成這個終端的使用者 對 科技部比較還是往就是 研究啊 能好啊 這個方向走這樣 那文化部的資源 大概 如果是商用的話 都在文策院 因為文策院 本來就是文化部那支 分出來的 對 所以如果你們跟文策院 已經有contact的話 其實像文策院 也會直接跟科技部合作 嘛 科技藝術那邊啊 之類 我們隔壁有一個City View啊 等等 那個都是文策院 直接去跟科技部合作的 所以 我不確定你這邊 年輕人扶持 具體來講 是什麼意思 就有點像辦這一次的大賽一樣 嗯 但是只是 比較著重 是在 可能偏鄉的 地區的 來參與 對啊 但我意思是說 你具體給他什麼 就除了獎金之外 錄音 就是錄音的資源 就是後面的 錄音的資源 後面的 把這首作品做一個 因為以後我們平台會有兩區 對 一個是用手機耳賣錄 那這個叫做驗證區 對 那第二區是欣賞區 欣賞區 是一定要是後製文章 因為那品質 比較好 對 那所以 驗證區的意思是說 包括我們未來打造 就是說 你甚至可以做群幕 群眾募資啦 然後賣歌啦 然後做一些這方面的活動 對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有商業化的色彩在裡面 那我剛才說的福祉是說 譬如我舉了個例子 我們在辦音樂老師工作坊的時候 老師問我一個問題說 欸 那 如果學生要取得版權的話 對 他要付多少代價 對 我們現在是五百到一千百 對 對 那他說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比較有折扣 那我在想就是說 是不是 就是說 針對學校不怎麼樣 在教育部這邊 可以有一些 有一些 教育部幫忙付他的 授權費喔 對 應該沒有這個科目 沒有這個科目 不太可能 對 因為他不是公共利益啊 他是這個學生的私產 等於是說 那雖然付錢幫這個小孩 但是 取得他的個人財產 這個 這個 倒是學校可以分輪 就是說 學校可以分一部分 那學生分一部分 那這樣也是應該學校的錢啊 為什麼會是教育部呢 學校跟教育部不太多 不一樣 兩回事啊 OK 沒事 就是說如果你就是一個私立學校 他後面有個基金會 那個基金會的董事會 當然可以跟你做這樣的合作 那公立 公立 學校 除非說這個公立學校 除非說這個公立學校 有他自己的什麼合作社啊 原生社啊 等等 就他自己可以 就是集體消費 或者是有一些勞動產出啊 等等 不然的話以我的理解 並沒有說 教育部便利平大學院的錢 然後來讓 特定的公立學校 未來可以賺分潤 這到底是什麼道理 這是 這是 對啊 這是老師引問 對對對 我說我了解一下 對對對 老師有這個想法的話 比較好的方式是 可能是這個學生本身 他就直接加入 像你們的這樣子的分潤的系統 對 那這個就比較簡單 因為是這個創作者 對對 而且你給他的方案 可能因為他的 就是年紀小啊 你給他一個折扣什麼 那這個就很容易計算 你如果要分潤的話 那你要給學校嗎 給指導老師嗎 給 給誰呢 對不對 這個其實是 其實是 不容易計算的一件事情 因為 從他的角度來看 這並不是他參加一個社團 或參加一個 網友的聚會 這是在他的政課上 在他的音樂課上 所以 那是他的義務 他也不能不來嘛 所以你現在說 我義務參加的東西 但是我又要 欸 給你分潤 這個 概念上就比較講不通 OK 是 沒有錯 這樣子 我建議還是 學生用個人身份 那在他家長同意之下 他可能就變成 創作歌手 等等 這是比較容易的 比較容易 那另外就是 偏鄉地區的活動 那是找地方的教育局 我覺得一方面 地方的教育局 也許是一個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方面 假設 如你所說 就是像原住民族的語言 或者是 台語客語 就是之後 你們慢慢開發出來的話 那像 課委會啊 或者是各個地方 如果是原住民族 的話 圓民會啊 等等的這些創口 可能都會有一點興趣 因為這樣對他們來講 這是文化價值 就是不是只是說 我扶植一兩個青年 而是說 我這個部落 或者是 我這個族群的 很多事情 被大家更了解 更知道等等 那邊的資源 可能還比較多 比教育不多 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不知道他們那些窗口 對 我們社會創新平台上面 你按照資源 你就會看到 全部12個 骨灰的窗口 包括聯絡電話啊 姓名啊 他們現在正在做 哪些方面的推案 都在上面 OK 就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尋問 我們那個資訊團隊那邊 也可以問 那再來 比較尷尬 就是 我想要去申請那個 中小企業處 跟AIT辦的一個 新創業學院 然後 要申請這個 需要一個推薦信 喔 了解 不知道能不能 這麼多元 可以聽到 你什麼時候要 4月底 4月底 好 OK 那你有什麼 就是希望我強調的事情嗎 何必想說 做出來的app 不錯用 就是 很organic 很有機 所以bug很多 全部都修好了 都修好了 展現出什麼明節修正的什麼能力 可以啦 可以啦 我可以寫一下 如果這個方向就是我自己跟你互動的過程的經驗可以啊 沒有問題 好 再把相關的資訊給小同 我們再來處理 好 好 好 那今天 到現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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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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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